大家好 我是李医生 以下几种食物对血管健康不利 可以加速中风的发生 在生活中应该尽量少吃 第一就是高脂肪食物 有统计表明 北方人中风的比例要高于南方人 这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饮食习惯的差异 北方人更青睐于红烧肉 炖肉 肥牛肥羊这些食物 这些肉类食物热量比较高 也含有比较多的脂肪 如果摄入过多会造成肥胖 而增加中风的发生风险 此外摄入过多的高脂肪食物 可以导致血管内的脂类物质含量升高 导致血液粘稠 血脂升高 可以加速动脉中央硬化的形成 也更容易发生中风 第二类就是高盐食物 因为摄入过多的盐分 可以导致血压升高 而高血压也是中风的危险因素之一 此外腌制的食物当中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 这种物质可以直接损伤血管 引起血管狭窄硬化 进一步增加中风的风险 除了以上食物像饼干泡面 豆腐乳 还有培根这种食物当中 也含有大量的隐形盐 为了健康着想要尽量少吃 第三类食物就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许多人其实对于反式脂肪酸并不熟悉 其实反式脂肪酸主要存在于烘焙食物 薯片 饼干 蛋挞这种食物当中 这类食物摄入过多了 会加速血管硬化 增加血管内坏胆固醇的含量 从而导致血脂升高 形成血栓 最终堵塞血管 因此对于这类食物 平时应该尽量少吃 患有血管疾病的人更应该注意忌口 那第四类就是高糖食物 糖可以为人体提供能量 它主要存在于主食 水果 零食 糖类食物当中 糖若上述食物摄入过多 可以诱发肥胖 高血压 高血糖 导致血液变得粘稠 加速血栓的形成 对脑部血管 神经造成损害 从而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为了健康着想 这些食物也要少吃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